帮子风用我国北方戏曲帮子腔的素材提炼加工而成 他的曲调流畅、爽朗、乐观、热情 表达了北方人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演奏这首乐曲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个作品当中 它的旋律、行腔都带有戏曲的特色 跟我们平常演奏的那种歌唱连贯的要求有所区别 讲究的是自正腔圆 所以在戏曲当中的自正腔圆 运用到我们演奏当中的手法 可能就是在每一个运功当中 下指当中都会有细腻的变化 就这样简单的几个音符 但是对于我们演奏的要求的语气是非常的严格的 比方说在每一弓当中都要演奏的非常干净的开始 还有利索的收工 所以配合左手的行腔呢 是带有一些滑音的 滑音通常我们会比较多的见到的是在音头之前的滑音 但是在这个乐曲当中演奏当中 有很多音符都带有头腔和尾腔 它有上滑音 在尾腔的时候还有下滑音 这两个小节应该说是戏曲音乐当中的伴奏的过门的素材 在下面紧接着呢 又是主题的唱腔 像在这个音乐当中有很多浮点 我们也要演奏的非常的夸张干净利索 这用了一个电子滑音 像这个大滑音带有一些河南音乐的特色 所以在换把移动当中呢 手要比较灵活 手指要主动 在下面紧接着的一些都是重复性的主题 但是每一次重复呢 音乐都有小的加花的变奏 所以我们在演奏当中呢 有细微的语气的变化 在经过一小节的尖奏之后 再次出现的主题 速度稍微渐慢一点 而且风格更加比较坚实沉重一些 厚重一些 在演奏这边主题的时候 要强调每一个运功当中的音头 每一个字都很有爆发力 就好像在戏曲当中 演唱当中的这个字头 要说得很清楚 那人们听起来 他的这个唱腔才会很清晰 像这个句子我们可以做一条 弱奏的处理 前面的音乐性格呢 都是比较开朗的 大气的 在这里呢 稍微力度变化一些 再配合灵巧的运功呢 可以使音乐变得比较活泼一点 大家可能听出来了 在旋律进行的这个上下行的线条当中呢 自然的就有一种强弱的规律 所以在上把位的时候 我们可以演奏的比较灰泻 比较灵巧 在高把位的时候 音乐比较激昂的时候 可以演奏的比较高亢一些 在下面的旋律当中呢 变得比较连贯 平和 内在了 整体上这一段旋律呢 都是用礼弦来演奏的 首先我们要注意 在高把位的内弦演奏当中的 力度和音色 一定要把它演奏的 跟上把位相对的统一起来 同时在这个旋律的后边呢 运用了一些切分弓 切分音的节奏和顿音的节奏 使这个音乐在平和内在的基础上 又多了一些 悠扬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把这个节奏当中的变化 还有顿音的变化 演奏的比较得体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地方呢 音乐的这个腔调有一点细腻的变化 这个地方我也是用的电子滑音 用一个切分弓 配合这个电子滑音 所以在这个C上面 做一个小的腔调的变化 一个润腔的变化 跟后来的这个Soshi的 这个大的 这个跳动的旋律的音程 和这个带有滑腔的效果 就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紧接着呢 就是主题的最后一次出现了 这次出现呢 演奏的要非常的有力度 这样把那个音乐的这种性格 就总结性的再展示一次了 另外在最后渐慢的时候 大家还要注意 注意 在最后的这个 一个音符的时候 渐慢之后 最后这个滑音比较有特点 是带有像低处滑的 这样的腔调 是柔弦和滑音结合起来的 好 下面我们就完整的演奏一遍 邦子风 我下车就在详细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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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